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卡弗是7中6拿下15分7篮板 这支尼日利亚南篮有8位现役的NBA球员 沃拉 雄鹿 奥科吉 森林郎 奥卡弗 火 塞 奥尼 爵士 阿丘瓦 热火 文森特 热火 奥克帕拉 热火和梅图 国王 目前只有沃拉还在NBA打总决赛 其余7人都在 迈克布朗这场比赛让奥卡弗打先发了 他搭档文森特 奥科吉 阿丘瓦 奥卡帕拉 9年前2012年奥运会 美国南篮是以156比73击败尼日利亚南篮 那次的奥运会杜兰特的亲历者 足足赢了83分创造奥运会竞胜分记录 时隔12年尼日利亚复仇了美国南篮 2012年奥运会阿根廷是93比79击败尼日利亚南篮 竞胜14分 而7月13日 尼日利亚94比71复仇阿根廷竞胜23分 这就是尼日利亚的进步 9年后的美国南篮在热身赛中 先是3分汉服尼日利亚 随后7分输给澳大利亚 他们吞下了队史首次热身赛二连败 他们在攻防两端都没有了统治力 他们在突破对抗后 上篮没有得到像NBA那么多的哨子 就不会打球了 而且都是明星 战术素养都不高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还是梦之队吗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只有梦一队叫USA Dream Team 梦八队勉强可以称之为梦之队 他们叫做The Team of Redemption救赎之队 只不过在中国方面 称呼强大的美国南篮统称梦之队 他们这些球队只有梦之队的名号 但没有梦之队的硬实力 六位全明星球员 还有利拉德杜兰特两个超级巨星 带领的21美国 却赋予了没有任何一个全明星的尼日利亚 加澳大利亚 很多国家的篮球都在进步 像斯洛文尼亚出了东气棋这样的天才 像西班牙还是19年世界杯的冠军 尼日利亚可以组建一支完全体的12个NBA球队 但他们没有 欧洲球员的对抗性是NBA无法比拟的 非洲兄弟们的身体素质也不输美国南篮 如今的美国失去了哨子的庇护 他们不会打球了 九年时间为了鼓励进攻 NBA联盟毁掉了国际大赛的能力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